裡面去,把它暫時存放起來 那一樣的方式的話呢,就是case 2的話 23 3的話也是一樣,就放在哪裡呢?放在 1裡面 所以這個可以copy一下 然後這個地方可以把它改為1 這個再 copy 如果是第4欄的話,那就把它放在 這個第2的位置 然後再來的話呢 5的話就要判斷 那如果是5的話呢 這個地方case5 那case5的部分裡面要放什麼 這個地方就要做一個判斷,那判斷的方式的話呢 就是如果 它裡面等於空置串 那這個地方可能就需要多判斷一個,就是if if什麼呢?if這個裡面的東西 這個裡面,case裡面東西怎麼樣呢 這個裡面的東西呢,假如等於什麼?等於沒有 如果它等於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沒有東西就是這樣子 如果它裡面是沒有東西的話 那我就不做任何事情 可是我現在 倒過來 我不等於 這個地方不等於怎麼表示呢? 在VBA裡面是 不等於是這樣子 不等於空置串的意思又怎麼樣呢? 就是它裡面呢 會這個中間加一個空板 如果裡面有東西的話 裡面表示說有幾 像這個二段 那你就怎麼樣呢 Zen 就幫我怎麼樣組成字串 Zen 然後呢 A 這個後面的話 把這個加在這個後面 那再來就是 A012 這個地方的話就3 這個3裡面放什麼呢? 放的就是 我們 這個sales裡面 的值 後面加什麼呢? 加上and的一個段 這個字 因為呢 這個裡面的東西一定是放什麼? 放那個 這個 這個 幾段 所以這邊的話,後面再加一個段 好 那這樣後面的話呢 也是一樣做判斷 所以 基本上 你這個 這段程式 寫完之後的話 那後面呢 5到 9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地方 複製貼上 貼上完之後的話呢 那最後的話 就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 這個地方可以跑跑看 5到9 那後面其實 這個地方把 Copy一下 5 6 7 8 9 那這邊一樣 改 6 7 8 9 那這邊就是 4 5 6 7 那這邊改為 改為 斷 向 弄 浩樓 OK 那跑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這個副程式 大概就完成90% 但是 還是有 一個地方會有發生錯誤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部分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先試 把這個程式稍微寫一下 首先第一個 Visual Basic 裡面的話插入一個 模組 然後再插入程序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再好 保安 躍 我們坐在這裏